喜歡吃植物的嫩芽、嫩葉、花瓣、種子及果實等 白面無鼠呢,俗稱飛鼠 但它呀,其實並不會飛 主要是靠著身體兩旁的皮膜 藉由氣流在岩壁及樹林間滑翔 在台灣,飛鼠這個名詞是耳熟能詳的 而台灣體型最大的飛鼠指的就是白面無鼠 當天空逐漸拉下夕陽帷幕時 在大雪山的山區有一種哺乳動物卻是高調的活躍起來 那就是白面無鼠 為什麼說它們高調的現身呢? 因為白面無鼠有那劃破天際的響亮鳴叫聲 在遠遠的地方就能聽到 像是預告它們的到來 靜下來聽聽這奇特的叫聲 白面無鼠是夜行性動物 白天躲藏在樹洞中休息 晚上是白面無鼠最活躍的 也是它們吃東西社交的時間 喜歡吃植物的嫩芽、嫩葉、花瓣、種子及果實等 白面無鼠呢,俗稱飛鼠 但它呀,其實並不會飛 主要是靠著身體兩旁的皮膜 藉由氣流在岩壁及樹林間滑翔 白面無鼠不只在樹上活動 有時候呢,也會到地面上找東西吃 大家到大雪山遊玩時 不妨待到太陽下山後 進行夜間觀察 拿著手電筒往樹上照一照 會發現白面無鼠亮晶晶的火眼晶晶 正在看著你們 似乎是在歡迎你來到大雪山 在",對方的火眼晶晶的火眼晶晶 在看著我,我看到什麼